你就不看摄像,所以摩南才说,不如停歇,这样才能够真正保护真实性,妙觉明镜 摩南情罚之词到这里讲完了,把他的意思都说出来了 下面呢,是世睁给他的解答 请看经文 佛告莫难,莫尽如是开示方便 真实告如,如有为物,或为自然 这个如是开示,这四个字就是直前面八番开始 吃饭先见到第九番,是前面的八番 前面八番,开示方便 或者是就理上说,或者就复上说,或者就比喻上说,或者就境界上说 前面八番,意义无非体真实性 所以真实告如啊 所以佛在前面八番,在前面一见半的经文 我们从头看来,我们从头看来,世尊是先破旺心 其出真心,破旺心无助啊 无有助处,当然是虚妄 如果是真实,一定有所在 虚无所在,当然不是真实 为什么要破旺心? 这个破旺心啊,就是显然坚信的章本 一句啊 旺要不除,真就不能信 因为旺总是障碍了真 破旺旺,真就先信 这个借着第二大颗,就是设反旺心啊 那么其出 又借天心来信妙学心 这真真是太方便了 是真实意啊 我们一般讲,真如本心 真如本心是哪里呢 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 太血缘了 究竟在什么地方? 否则是巧妙至极了 就从我们六根根心 举一个例子,就是渐心 世凡贤见,统统是从渐心上作业 希望我们从渐心,侮辱妙觉性 这个渐心说代妄之症 它带了个眼根 说明为金 所以这个叫代妄之症啊 前面比喻里说过啊 好比那个金,金在那个矿里面 这是采的是金矿 里面确实是有金 但是金还带着有矿砂 还带着有石头在里头 还没有经过提炼啊 你拿到这个金矿 再加一番提炼 就得到纯净了 我们现在给你讲的 信心就好比是这个金矿一样 你拿到这个矿里 而佛的意思 就是叫你要知道提炼啊 从这个矿精是提炼出纯净啊 变到真性啊 那么由此可知啊 佛的言语是具具真实 我们今天来念佛这个经 别说说念的是具具都不正式 人人在谈你啊 各位晓不晓得 佛的言语 是从妙觉明信里面流出来的 所以具具真实 我们今天重复佛的言语 念的音声没错 主要明天做 而我们是从意识里头流出来的 心意识是希望的 是我们搞的希望的 佛是具具真实啊 难就难在这个地方 这个难关要突破了 成佛作主 一如反掌啊 所以我劝你们同学们 念经 要立心一十念 为什么呢 立心一十念 就给佛说法是一笔空出去 什么叫立心一十呢 这个话说的不止一遍 我在这个讲台上说了 不晓得多少遍 念经的时候 从如是莫问到心求同心 其实这一部《论言经》六万多字 复识之中呢 不起一念分别心 立了第六十 不起一念执着心 立了第七十 不落印象 就立了第八十 就立心一十了 念不念呢 天天天念 不间断的念 这就说 立了第六意识 就是立了分别 就是妙观察制 在观照啊 立了职责 平等至现前 不落印象的时候 大原至其作用 这个时候你念着经 你一看这个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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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为什么要分别 我们为什么要分别 为什么要执着 为什么要落印象 这个新技术不是立不开的 立得开的 问题就是你肯不肯拿 你晓得不晓得这个道理 无时接一来就吃了亏 上来了大当 搞得我们生死轮回 吃尽了苦头 今天能够救 能够盖寻一吃 那我们大宗啊 就会成就了 不当独宗 念经要如是 天经或者为人言说 是岳佛如是 才有什么用 才是真的 不是假的 那么这样训练是 训练久了 习惯成自然 在日常生活当中啊 都立行一时了 那么你的日常生活 就在四十花言里面 善财同子 入一阵法界 于那个四五十三位善知识 过行过夜 离四无碍 四四无碍 这大自在啊 一阵一切阵 这个才形式出 妙觉性的大用无法啊 才是真正的解脱 如果我们能还用新意识 你看看这四地 沃南就是用新意识来听法 听到这个地方了 还发生误会 获为自然 他还没善悟 那么再次的 我再送告主 如果我们还用新意识来学佛 就算你寿命长 你能活三百岁 你学上个三百年 还是不会和我 给诸位说 物与不物 不是你学的多少 我今天断然告诉诸位 与你学的东西多少 一点关系都没有 物与不物啊 就在能不能立心意识 果然能立心意识 就是新经年代六十个字就行了 足足能叫你开悟 大吃大悟 世出世间法 无数不同当 就那一节年就做 那一节年就很多了 《金刚经》里面说的是 一举半计 都有这么大的作用 可见的不再多 在什么 在方法正确 间接正确 在这个 你看我们现在的人 就是间接错误啊 方法错误 他追求了什么 懂 世出世间询 我都要学 好 你纵然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天赋 你就学 学了几十年 样样都通一点了 俗话说是 样样通是样样松啊 说我学的都是皮毛之间 没有一样啊 够得上精神 没有一样啊 能拿出来吃得了作用 确实是把你的宝贵的光阴浪费掉 太可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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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间一切才无 都是假的 唯一有光阴浪贵的 对于我们修学的人来讲 物价之宝啊 大于习存音啊 有道理啊 甚至都懂得爱学光阴 其余的丢掉再说不行 光阴绝对不能叫它恐怖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用心意识就是浪费了光阴 众人很用功 一天都玩念书 一天都玩研究 一天都玩在人里学之一 都是浪费光阴 不开悟吗 不是走开悟的路啊 不是用开悟的方法了 故人这都会说 所以说午后祈求 什么时候破烂群惊呢 午后 没物之情 接近不干 不但佛法如此 至今法也如此 你们去看一看读读那个曾国藩的家书家庭 你就晓得 曾国藩怎么样叫他祖弟 没有物之情 只能念一本书 一本书念书了之后 再换一本书 绝对不叫你同时去念念背后 说法里面 中门教下也不例外 中门午后 这才看经 这个才探设 教下都不例外 那么我们想想 我们的路子全走错了 还不揪 还不回头 那就拖到底了 这一生开悟 你指望了 全部了之后 就要拥拥地回头 这个回头再给路说 这叫侦探悔 过去的路子都说 现在回过头来 我要做正路 正路正路 理心一时 读读经论 那么读读经论呢 还不要读太多 为什么不叫你读太多 好 我立心一时 我心一时都离开了 我读一切经不行吗 行 在理论上讲 可以讲的东西 怕的是你立不干净 因为佛说法是应急而说的 怕的是你看多了 看到佛 这个经理佛这么说 这个经理佛这么说 这个经理佛那么说 前后矛盾不复 就像无奈的此地 他在理论经上这样说的 文学经理佛那么说的 这个不像了吗 怕你遇到这个障碍 所以不叫你读年中经 你就读一本经 即使在这一本经里 大窃大窝了 然后再把一切经 试出时间法 一浏览一看 就没有了 要看多少呢 不要从头看到我呀 翻开看几页 从从明了 你要不相信 你看六祖看经 六祖叫发达 念了个发华经给他行 人家念到方便经 他就说不要念了 我全都知道了 二十八平经 才念到第二平 后次就不要念了 所以是一通一切都通了 事出时间法一接触就通道了 那你还要去研究啊 还要去强迹不需要 希望诸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意义 改往修来啊 好好在一步经上下功夫 现在这个复相上 日常生活当中 立心意识不容易 那个要做到了 那你已经是 一年教初诸以上的菩萨了 不是普通人了 华严经入法界的 四十一位法神大肆之流 你已经入他们之流了 这也不是凡夫 可是要入他们之流呢 就要从独颂下手 独颂是弃蒙的 蒙者 这是正确的道路 这是成佛的结局 最均的一条道路 那么下面 佛给莫兰解释 佛所讲这个 为什么不是外道自然的学说 底下在给莫兰解释 解释完了之后 莫兰虽然没有问姻缘 因为姻缘是自己主张的 当然不问 佛无问自说 佛还是给他解释清楚 也不是姻缘 说到这一段事情 非姻缘非自然 非不姻缘非不自然 才讲到透确变满 这是底下经文的事情 我们今天就想着特别 subscription 推荐